Hello,大家好,我是金宝 我是秦宝 今天呢,我们收到了一份神秘的快递 对 哇,好大呀,是不是 对,然后呢,现在我们就要把它来拆开看看 是什么 你们俩猜一下会是什么 因为好久没有收到神秘快递了 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衣服,项链,金属,手环,一些,这么多,这么多,这么多手环 但是摸的还挺硬的 想啥呢,你俩 还用个泡沫装着,这啥呢 我为什么在花鸡腿呢 哎呀,哪用这么大装着 太大,太难拆了,是不是 对,这个胶布很难剪 说明人家很用心,给你裹得很结实呀,对不对 小心哦,别弄到妹妹脸了 哎呀,它这方本就拆不开了 来 弄开了吗 这个玩意也太难了 拉大剧,扯大剧 好了,行了行了行了,别甩脚了,慢点慢点 好了好了好了 对,再剪一下 有点难拆呀,是不是 对,包装太紧了 哇塞,还没打开嘛 我好像已经看到什么了呀 对 是玩具吗 对 谁又给我们寄玩具了呀 嗯 你们俩也太幸福了吧 整天收到玩具,是不是 对,大家看 哇塞,费了好半天的力气终于打开了,是吧 来正面让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呢 来来来 竖起来 哦,原来是维斯基木的基木遥控工程产运车 哇哦 这好像是男孩子玩的玩具呀 好像不太适合你俩呀 对 是不是 对 让我们先看一下里面有多少包 看今天能不能拼得成 如果拼不成,我们改天再拼好吧 好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多少包 数一下 这次数一下 看有多少包 这次好像的简单一些 这次 几包 数一下 六包吧 看说明书都已经 少很多,是不是 六包 六包 还是很多呀 六包,然后带一个小的遥控器 这遥控器很小 然后还有一本说明书 秦宝说这个比之前的少了很多 是不是秦宝 对 这个应该会好拼一点是不是 但是六包 感觉已经到极限了 六包 那以后是你的事情 明天妹妹就有事了 然后你来拼好吧 今天太晚了 我们就不拼了 先收拾起来 先收拾起来好吧 好 好